2019年武汉马拉松4月14日上午勉强开跑 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2.4万名选手踏上最美赛道 一边奔跑,一边理论武汉一城两江三阵四桥五湖的绝佳美景 在参赛选手中,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势力受损,甚至完全失明 却依然怀有突破极限的决心 也有这样一群人,志愿成为视障跑者的眼睛,携手奔跑 今年40岁,有6年跑龄,参加过近70场国内国际马拉松比赛的跑者龚云峰 当天志愿担任盲人陪跑员 所以他来说,他也有权利给我们享受正常人的义务 正常人的一些能力,他也想不断挑战自己 这个马拉松精神不分人,谁都要享受这种精神 每一位视障跑者的团队通常由3至4人组成 领跑员,主陪跑员和辅陪跑员 领跑员主要是控制速度和节奏 主陪跑员使用陪跑绳半跑 而另外一名陪跑员除了要保护视障跑者不受来自前后左右的其他跑者冲击外 还要在相应的补给点帮助团队去取补给 当天,龚云峰带领的视障跑者名叫颜伟 他是中国第一个跑完波士顿马拉松的全盲跑者 至今参加过31场马拉松赛事 在颜伟目前参加过的31场马拉松中 武汉马拉松是龚云峰带领他跑的第10场比赛 每次很多志愿者为我领跑 给我拿这个补给 我就是完成了每一个赛事都会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完全是付出太多 我是可以想算得到 因为我自己这样跑下来都很辛苦 然后他们还为我又开路 然后拿补给 确实是特别辛苦 就是对我的感动 就是我觉得在人生中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龚云峰称陪跑工作中也有不少的困难 陪跑的队形要一直保持 距离把握不好会让视障者没有安全感 除此之外 跑道上选手多 很多人没有避让视障跑者的意识 还有部分戴耳机的跑者听不到陪跑员提醒 龚云峰呼吁 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视障跑者这个群体 我每次戴他我觉得是一个责任 包括他上一次在长马PB 我有过想放手的时候 但是一旦放手了 可能我也放弃了自己 这就是我最深的感触 所以说他时刻在鼓舞着我 所以这就是他给我的力量 就是我想然后全国甚至世界上都去跑跑 就是因为是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爱好 就没有想过去 就是说跑多少会是个限制 就是自己想跑能跑 就尽量的让自己在这个有限的人生中 多享受这种马拉松的快乐和感动